一年365天 每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技巧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诀窍 就是力量的回收 我们打乒乓球不是全部把力量全部释放出去 都没有回收的 其实打乒乓球 我们发球 如果我们把力量全部打出去的话 这个球是不稳的 它一定是有一个自动到这里就停了 这样子发出来的球 它就会转低短 或者说是不会乱失误 那我们拉球也是一样 很多球迷在拉球的时候 整个动作释放出去 它应该回收 不完全释放 回收 这样子的话 它有一个往回走的动作 而不是全部把力量打散掉 也就是说在击球的时候放松紧张 到放松的时候这个时候回收 放松紧张击球 再放松回来回收 而不是一打出去完了以后 全部是紧的整个人就甩出去 不利于还原 而扯的话 吃球也不稳 如果讲到这里 您听明白了 请给黄河教练一个 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谢谢您 每一天晚上八点半 我们都会在直播间 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乒乓球支持 欢迎您到直播间 跟我互动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